美国总统拜登5月4日宣布,美国下一阶段的防疫目标是在7月4日,即美国独立日前为70%的美国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确保1.6亿美国成年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为确保计划得以实施,美国各地的药房将增加疫苗储备量,鼓励全美各个疫苗接种点提供免预约服务,增加面向社区的小规模移动疫苗接种点,以便更多人能够接种疫苗。 拜登还宣布将向各州及地区政府提供2.5亿美元资金,以推动下一阶段的疫苗推广工作。 此外,拜登表示,美国将从5月份开始逐步向其他国家发放16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以完成人道主义承诺。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5日表示,薪酬保护计划PPP的放款已经用尽,自去年4月以来截至周日,PPP已经发放了近1080万笔贷款,价值超过7800亿美元。 目前还不清楚议员们是否会批准另一轮资金。 SBA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继续资助已经批准的申请,通过社区金融机构提出的新申请也将得到资助。 这些机构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的金融放款人。 CBS公司5日表示,在加州的1115个地点接种疫苗不需要预约,但人们仍然可以在CBS.com上预约当日接种。 目前,加州16岁以上的人有资格接种疫苗。 CBS Health表示,该公司已在全美的8300多家门店注射了1700多万剂疫苗。 加拿大卫生部5日宣布,批准将辉瑞新冠疫苗用于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接种。 由此,加拿大成为西方第一个批准新冠疫苗为低年龄青少年接种的国家。 在此之前,辉瑞公司公布了对2260名12岁到15岁青少年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结果显示,该疫苗对这些实验对象的有效率为100%,16岁及以上年龄组的有效率为95%。 加拿大卫生部是根据这个实验结果做出批准决定的。 5月4日,在巴西南部圣塔卡林纳州的萨乌达吉市的一家托儿所发生一起持刀行凶事件,造成三名幼儿两名托儿所工作人员死亡。 一名幼儿伤势严重,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歹徒行凶后自杀未遂,目前伤在医院治疗,情况严重。 目前,嫌疑人的动机仍在调查中。 据相关证人透露,该嫌疑人今年18岁在学校常常受到霸凌,曾有虐待动物的行为。 该托儿所照顾的幼儿均为6个月至2岁。 事发当天,共有20名幼儿和5名老师在场。 发现歹徒开始形成后,有老师成功锁住一些房门,使得歹徒无法进入大多数孩子所在的房间。 中国五一劳动节小长假即将结束之际, 中国全国铁路5月4日发送旅客1520万人次,达到了旅游高峰。 中国铁路部门已经实施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并在周二增加了1361列火车,以确保旅客的顺畅和安全出行,从而扩大了运力。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共2.3亿人次,同比增长119.7%。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以前同期的103.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132.3亿元,同比增长138.1%,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以前同期的77%,各景区景点落实预约、错峰、限量出游,必成为常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